超過6500位 6500位的醫院管理局員工 承諾會參加下星期的工業行動 以罷工方式向醫管局 申訴前線的困境 事情發展到現在 確診個案已經超過10宗 當中全部都曾經到訪 湖北、武漢 亦有不少是中國地方訪港旅客 截至昨天 香港更加出現手中香港境內的人傳人個案 政府現在的處理 只是關閉部分不常用的關口 以及依賴旅客的自我申報機制 根本沒有辦法做到源頭倒截 懷疑受感染的旅客依舊是可以繼續進入本港 進入到香港